不好意思 才剛到場 是我們也覺得不好意思 真好那個時間好像跟 我們事先訂的這個時間 不知道總好 剛剛是遇到烏龍一早 所以整個 拖延了到現在 那我們去處理人家烏龍 那現在我這裡 有看到 剛剛那個姜妮 他的回應事實上蠻好的 那他的重點 我們都有感受到 也就是一般的居民 都有感受到的事情是 有沒有溝通 或是資訊有沒有流通 我想這是比較需要的 那核更病到底 是要整棵樹挖掉、砍掉、燒掉 還是要怎麼去治 那個都有很多種觀點跟看法 那 可是呢 那怎麼治療 好像到後來大家都推給專家 那專家怎麼認知 怎麼面對 事實上很多需要民眾來配合 但是專家沒機會對民眾說 那主管單位也沒有力氣 或是說 因為我剛剛進來先看這裡面 好像也沒有這檔子 沒有連接到這檔子 因為我講的不是核更病的治療 而是指這種銜接溝通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 可能是隱藏在裡面會做的 他不會有各種觀點 嗯 那這個部分反而是比較實際的 那我舉一個實際的 聽到的蠻悲慘的事情 是那個台北植物園的前所長 不是前所長 不管台北植物園的前所長的負責 李東景森先生 那他那個 從他那個時候開始設立台北植物園 設立一個植物園園長的負責 從他開始前 他一接就開始活動 因為植物園裡面一堆核更病 不是滿滿圓肉核更病 好幾顆 問題是核更病 它到底是它的土 會不會隨著傳出去 把核壁的植物弄死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好像確認又好像不確認 那目前知道是可以傳染的 那請問要不要把全部圍起來 好像要 可是他如果全部圍起來 整個植物園幾乎三分之一以上 全部不准接近 那大家最想接近的是什麼 那早上的伯伯跑過去 用腳蹭著那個樹根按摩一下 那你腳踩過去 你腳底帶著去 就帶到隔壁科樹去 然後呢 你帶著推車 然後呢 他當圍長之後 被人家推幹腳 就是那個 所謂的 無障礙的朋友 幹腳說他那邊沒辦法全面無障礙 好那全面無障礙 那接著又把輪椅 輾入核更病的範圍區 輪胎又把泥沙 再帶到別科健康的數據 那他要不要對大家講不要進來 怎麼圍起啊 請大家不要進去核更病的範圍 這個是 但是他也很痛厚 要不要講 原本他把圍起來 立刻紅樹被幹掉 趕快把它撤掉 那核更病 根據傅村去樹醫生的介紹 他得了核更病 樹倒掉跟死掉 是哪個事情先發生 是先倒掉 不是先死掉 然後什麼時候倒掉不知道 所以呢 像我們上次去榮華公園 看到那棵樹 基本上倒掉比死掉還壞 那可是你如果用各種的方式 就像插了耶克武那樣插著插著 美繫 保證撐得住他 讓他死 一棵樹要死很久 你說他死定了最快也是十年二十年後 我們從中年都變老 然後還可以再講說 你看那棵樹都還沒死 可是那個我們心裡的感覺是什麼 那我先提出這一點 這一點是我深深覺得是說 看怎麼建立起這溝通的橋樓 溝通的管道 因為我那個朋友那個時候他沒有力氣 東景森前院長他沒有力氣 沒有那個管道去跟大家溝通 請大家不要做這件事 那榮華的那棵樹也是一樣 有核更病 又有什麼什麼病 那核更病你有沒有辦法回去 請大家不要靠近 沒有 沒辦法 大家都不會在那邊 腳踩上去 鞋子帶出來 那其他周圍還有健康的樹 那公園對面是另外一個更大的公園 是不是要帶進去樹都死掉 都不會 可能 也可能不會 不知道 我也不是專家 那我們都不曉得 這樣子到底是可不可以 所以像這樣的專業知識 是不是讓 治療的醫生 可以對著群眾講一下 畢竟我們不是為了反對 都反對 像嘉明也可以感受到 他是可以理性溝通的人 但是呢 缺乏資訊 所以只能跟著菲菲那邊心情急 我們也只能心情急 因為感覺哇他治療很多 他做了很多 然後我們到公園一看 那個也不是現任處長的問題 好幾 好 龍黃花園裡面的樹 已經被砍到快死了 不用得核根病也快死了 因為根本已經過度修剪了 那那誰剪了 哈哈 那誰剪了 這個不用講核根病 光是過度修剪就不用檢視了 那這到底誰注意的 那 所以像這樣的事情 反而是我們比較大問題 那我們也聽說過很多都是 當地的林長然後當地的誰要求說要砍死一點 最好直接把他砍死掉 不要擋住招牌 那 現在我們是不是讓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讓大家更理解 在這裡面是誰要求要把樹砍死 誰希望把樹砍死 讓大家來知道 因為可能 只有一個人要求把樹砍死 可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要求把樹砍到快死了 過度修剪那個可能 代表民意 他一個人代表民意 他就可以把樹 要求公登處 要求哪個單位給我修在這裡 但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回頭我們只提到配備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們在龍花花園那天看到的最大問題 你應該認同我講的 對 就這麼回事啊 問題不是那個貝貝那天講的那個事情 是十幾年來一直發生的過度修剪 那我們會很討厭台北市的一些問題 就是過度修剪 那到底是誰過度修剪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比較好笑的問題 我們都認為是公登處砍 然後回頭發現通通不是 結果後來我們更生氣 到底是誰砍的 沒有 都沒有人認 我們問來問去都沒有人認是他們砍的 那這個 這件事情好像這裡面也沒有寫 剛才有稍微討論一下 剛才有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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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給你請 因為這個是比較討厭的麻煩事情 所以以上 我是想到這個部分 是不是設法能夠讓這些事情 來讓大家共通到他了解 文化局負責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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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還沒有租出去之前 我們都有請自己素醫生去看過 那一棵素很健康 沒有生病 那是誰說他生病 然後一口氣把他過度修剪 砍到很大的癡癢 誰幹的 沒有 不是文化學幹的 雅尼克說是因為生病了 所以他請合格的合法的原液工程師 原液傷人來修剪掉的 那就是雅尼克幹的 可是我們保護老樹的人 是一瞬間隔兩天 蛤?怎麼那棵素 好大一根枝芽全部被砍掉了 然後被修剪成大粒頭 那這件事情未來是 辛苦的處長承接的 哈哈哈哈 那 我只敘述這個 有點雞同鴨獎的過程 但是這個雞同鴨獎 反而是我們大家最 彼此之間的矛盾的問題存在 說是文化局砍 文化局說他保護老樹 他沒砍 然後呢 大家推來推去說是有素醫生說生病 可是奇怪 到底是哪一個素醫生說那顆素生病 我們永遠查不出來 我們查不出來喔 是誰說那顆素生病 我們查不出來 沒有人承認 然後最後就有一個合法合格的原液傷人 我們就把一顆素保木老樹給批了 然後呢 雅尼克就把那顆 老樹底下 全部鋪滿的木棧板 壓在樹根上面 那 像這樣子的東西 都合法 都好像合法 但是這一切合法裡面 就會挑起一些素保的 朋友們的神經 因為他們所在意的什麼素 就像那個貝貝他在意的 榮華歡迎的貝貝在意的是 那顆他一直照顧了素 數十年來一直被無情的過度修剪 可是他無力阻擋 然後呢 他無力阻擋 可能他的勇氣是累積了幾十年 到現在才爆發 那他累積了幾十年 然後呢那顆素開始他生病 他一直說 發現都沒人願意去治他 沒人願意療癒他 可能有人去治他 但是他永遠沒有被告知到 你去治 所以 事實上 如果可能 只要能夠讓這些資訊流行 讓 被大家知道 我相信問題已經 會抗爭的狀況 應該會少了一大半以上 就是 這可能是我今天想講的部分 因為這裡面我沒有看到這個部分 所以 像這種烏龍 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在我們這個敬佩預算下 我們可以想請教 是 不知道哪個 我們不是公務員體系 不知道這次站的何當 哪個向下裡面會運作 會運作這個溝通 然後呢 另外一個 我們每年都有遇到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是行道樹的修剪 可是行道樹的修剪 後來我會不會問 很好玩 是行道樹的修剪好像一直到 後來都是好像一定要四五月才修剪 不曉得 可是我們看到都四五月在修剪 那四五月 整棵樹上都是鳥巢 都四五月在修剪 然後樹上都鳥巢劈下來 滿地都效力 那 那 對還是不對 要還是不要 可不可以提前修 是不是 開村就修 修了那小鳥去築場就算了 還是說等六月再去修 反正七月才颱風 那 這一點 像這樣的事情也是引起市民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看著 就是這樣批 然後掉下來小鳥 然後我們再去救小鳥 那 然後以前聽到的是 好像就是工程預算 合法了 合出去了 然後呢 那 要完成標案之前 所以他 唯一能夠施工的時間 就是那個四五月的時候 正好都是滿宿 都是小鳥的時候 所以 那 這可能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現象 可能是那些商人 對我們的 胡亂說的語言 那 只是我們聽到的資訊是這樣 或許我們可以再增加一些溝通 然後 怎麼讓修剪樹木這些事情 不要 不要是那個時間 或是有些樹可能時間不一樣 怎麼樣呢 事先告知 這些樹是什麼時候修 什麼時候要修 那 文化局所照顧的樹 怎麼讓人家知道說 雖然文化局 可能接下來都沒拿的事 但是怎麼讓大家知道 我們照顧的心力是哪些 因為 那老樹百多歲了 或是多少歲了 很多是 重點不是那棵樹 而是已經變得有感情 那那個感情就很難解釋 那像 榮華的那個伯伯 到後來會覺得 如果不懂的 會覺得伯伯在無理群好 但是 那個是他幾十年來累積的情緒 他的累積的情緒 就是覺得文化局不理他 然後呢 那大家又去看他 然後 最後他只有表現出一個抓狂 辣辣辣 好 以上是我的意見 辣辣辣 謝謝 還是謝謝我們廖老師的提點